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要把整个动员力给吹出来 不过相较绿营这边蛮团结的 蓝营这边只会斗自己人 重启核四本来这也不是国民党拿的 是黄世修提的 不过国民党现在为了黄世修内斗侯友谊 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斗侯友谊呢 慢慢的也感受到一个气氛 虽然说现在才2021年 跨个年是2022年 可是呢 蓝营几个大头 各怀鬼胎 蓝营在2024 好像整个总统初选已经提前开打了 如果说蓝营真的要抓战犯的话 我说谈话啦 你真的要抓 你不能只抓侯友谊啊 你要不要去抓一下别人 像是谁呢 像是卢秀燕啊 像是林姿庙啊 甚至包括蒋万安呢 他们不用一并 也像党代表说要提的 说要什么侯友谊要党纪处分一下 难道这些人都不用顺便来处理一下吗 好 今天我们开始讨论之前 先来介绍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 资深媒体人陈东豪 大家好 然后欢迎陆军的备翼少将 于北辰余将军 大家好 以及我们欢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秘书长 王志胜 大家好 大家好 还有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 张宇韶 宇韶老师 大家好 大家晚安 然后欢迎新北市议员叶元芝 大家好 大家好 以及我们欢迎民进党的立委蔡义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到是中二选区 蓝绿其实攻防的蛮激烈的 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是 言清彪在礼拜六那一场杀戮后援会成立的时候 他们在打的是一个在地牌 甚至讲到什么 讲到说 我家五大人 我都在这 我们生在这边 我们死也在这里 讲到已经生死都绑在一起了 过往言清彪比较像是一个背后操盘的角色 不到最后关头 应该是不会轻易上火线的 那这下已经提前出场了 是不是代表说言家选情也跟着告急呢 我们先一起来看 支持者齐海飙扬 在竞选团队簇拥下 言欢横走上舞台 中二选区立委补选倒数28天 12号上午 言欢横成立荣景后援会 邀来同样是黑派势力 前议长林世昌担任主委 观察台上17名里长道场相挺 还有不少地方社团领袖维持严家一贯在地特色 但仍然没有蓝营要角到场相挺 遭指引难道是被党内切割吗 主席来关心 来了解我们的境况 我们对任何人的关心 我们都非常的感谢 谢谢 言欢横否认边缘化等外界观感 却没正面回应 而前总统马英九也被问及此事 对啦 谢谢啦 谢谢大家 马英九瞪大眼睛似乎有点惊讶 但这问题实在尴尬 还来不及开口就先被人拉离开 同归中卫选区立委候选人 民进党的林静怡积极参与公投说明会 和总统蔡英文 立法院副院长蔡启昌等绿营要角疯狂 林静怡表示 这代表民进党上下一心 罢免的时候是请选党之力 你们罢免之后 光是推候选人 你们也在这边拖拖拉拉 然后充满矛盾 候选人推出来了 你们现在难道不敢 不敢为他背书吗 事实上都只是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而已 林静怡认为是因为国民党内权力斗争所致 只是难以少了党部火力支持 是否会影响选情 言欢恒无心意 人就只会打出在地牌 选情的气氛当然是蛮激烈的 可是严家已经提前感觉上 那个告急的氛围已经来了 我们来听听看彪哥怎么说的 彪哥在杀戮那一场 后援会成立的时候 他有出境了 他说看到儿子每天这个样子 很艰苦 为什么艰苦呢 我们可以说是这一次选举 是一个被不公平的对待 我口不出恶言 可是整天电视一拍去 都在骂我父子梁 那他也讲说 我的建设可多啦 我帮杀戮讨了37条路 帮杀戮做了很多的事情 他有举一个叫做 镇南重画跟水里社的部分 他说我爸爸跟我说 讨人情就会没人情 所以我默默做这些事情 不过我从来都没有跟相亲来讨人情 另外提到一件事情 因为其实当这个我们政论节目 或者是一些地方人士 在上节目的时候 他们也有接到很多不同的人 来做成情 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对到的事情 那言情标先来 他是有在看电视 他不是像方桑桃在说的 大家电视不要看 他说什么 他说许多人在外面打着他的名号 让他感到相当的委屈 好的都没有我的 出去黑白报我的名字 以后什么事情 如果报我的名字 说我这是什么言情标 我是跟他干什么 他的意思是说 你先卡过来 你卡过来我标格 我给你接电话 你给我问一下 确认有没有这件事情 不然你直接报案也可以 他说他在杀戮走跳 五代人都在这里 生在这里 死也在这里 我们在杀戮是没走的 那我先请教雨晓老师 他其实在论述很多是有一点 比较是感性的那一块 在地感性的那个部分 你怎么样来看 我想舆论的氛围 在这个选战的过程之中 已经有微妙的变化 虽然大家现在观望的 观望的都是12月18号 四项公投之后 结束之后 他所谓产生的化学效应 跟骨牌效应 但观想看说得非常好 你曾几何时 看到颜家在选举 还没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开始占街头 开始出来打告急牌 打服务牌 打相亲牌 打亲情牌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颜家都已经发现 舆论的氛围 还有在地的这个连结 这个气氛跟这个状态 还有选举的气 跟谁 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必须要采取什么 传统的选战方法 我一直说颜家过去的选战 有他传统的一面 有他非传统的一面 本来大家定调这次他的选战 应该是潜水艇战 他放弃大部分的舆论的主战场 也就是他不派他的发言人 当事人也不上政论性节目 或是像原汁一样扮演 开记者会 火线救援 说清楚的角色 至少图板图卡 准备好 针对大家讨论的标的 不论当初讨论韩国瑜的豪宅 或是等等等等 叶原汁当初当发言 有做这最基本的动作吗 那请问在舆论站的这一块 他除了告人家之外 而且不是署名言家 有时候是用郑南宫 有时候是用律师的方式 除了在舆论站 跟法律站结合之外 他弃手空占这一块 连过去我们看到比较活泼的 本来我们认为说 他可能会把过去 削波块这一块 水饺的这一块 拿来自娱 这一次通通都没有了 没有这一个娱乐的氛围 现在走回来是什么 你赫然发现 严家就像是一般的候选人一样 只是一般的候选人 当然也会站街头 我相信这个于北城将军服选过 袁知智也选过议员 什么时候才能站在街头 应该是在最后充斥的 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赶紧让乡亲知道说 我在这里跟大家挥手 其实言宽很不太需要 做这样的事 为什么 在地的乡亲 基本上都知道他是谁 如何找到他 尤其是他的支持者 所以第一点我说 氛围发生了变化 第二是呢 这个氛围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他才会把那个米奇手套拿出来 我就要说这个 就是说这个选战 已经有点像是 2014年连胜文的选战一样 就是说当你做什么事情 不论你是有心跟无心的 大家都会帮你枯手 或者是楼歪到另外方向 这是礼拜五的新闻 他站街头 然后带了一个米老鼠的 四根手指头的手套 本来应该是很可爱 或是幕僚也没有想这么多 结果不得了了 网路疯狂了 为什么呢 你怎么会准备四根手指头的 这个大手套呢 大家帮他下标 四个不同意 台湾更有利 四号林静怡 中俄更美丽 所以大家帮他下了标 还有人说 为什么少一根手指头呢 我跟学生讲的比较 比较苦手一点 日本黑社会如果犯了什么错 任何一根手指头 伸出来给你挑 但我说为什么会变这样 当然颜宽可能发现了 这一个小小的错误 会引发讨论 他立刻就带一般的手套 那种油漆手套 所以因为他们站街头 经验比较频繁 对 他没有像原汁 或是说一般像蔡伟源 过去选举的时候 如何用这样的方式 跟人群互动 最后所说的地方是 上次我上贵亚节目的时候 因为我们大家对宣传车 所播出来的内容会有兴趣 因为上礼拜我上贵亚节目的时候 贵亚直接高歌 Only You的坚持 有人出事就好吗 有事有名的打拼 有很多朋友 中俄选听到这句话 也许我台语歌 唱得没有艳之好听 等一下可以再行 原汁原味 好不好 我要不要帮你广告 我是感兴趣的 新北刘德华 新北吴彦祖歌声刘德华 在唱这一句 可是听在中俄选区的 乡亲口中 什么人好名 什么人去打拼 你也拜托 人资源不足 他们也讲得出口 他都已经 这都是同温层 基本上是在凝聚同温层 还有最新的宣传车 还帮颜宽恒刚才说法 我们对不起他 要给他负责 那些失礼 都是我们在批评他 颜宽恒先生 早知如此 基本上就不要罢名陈博威 当初你们是怎么检证陈博威的 现在刚好而已 还有许多律师媒体人 检证你们家 基本上是拿判决书 或是拿法条跟发生过的新闻 请你来回应 一你不回应 还有什么呢 当然颜宽恒跟这个颜亲标会说 为什么都是检证我们儿子 是我们儿子要算 不是我表哥要算 我跟各位说 颜宽恒先生 如果你把你家的家族 把颜亲标的这个正男公 跟你爸爸的名号拿掉 你觉得你还剩下什么 你之所以之前可以代表出 同意党选中二选须 不就是因为你是颜亲标的长子 颜宽恒吗 你之所以有这样的能量 以这么年轻之之就进入立法院 而且能够在关键时刻 做一些有趣的质询 不就是因为你是黑派的政治人物吗 不检证你爸爸 不检证黑派 不检证你家族 那当然是刚好而已嘛 所以我还是呼吁颜宽恒先生 不要弃手 所谓的空战跟舆论战 如果四条汉子是姐姐男主汉的话 你本人不应该没关系 找几个像颜元支 这么好的发言人 来政治道 来相关的媒体 大家一起 你也可以开干嘛 你也可以像叶元支 或郑视伟一样 努力为他们遍布 可是这很为难叶元支 因为很多事情 叶元支不见得知道 不然你卡一个电话 你打电话给叶元支 全权委托叶元支 成为你新的发言人 让叶元支口才便起 唱作居家的状况之下 好好的把事情说清楚 讲明白 那叶元支我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不知道 叶元支叫救你 我叫救你很奇怪 那我先请教你一个问题 因为彪哥是这样讲 的确大家讲的那一些过往 就像宇潮老师讲的 那是判决书的内容 我彪哥 我年少轻狂过 可是我收敛 我收敛很多 然后他有特别讲 我好奇的是说 他说我感觉五代 我们生在这里 我们死在这里 选举诉求 你当然是要说 你做什么什么 为什么会讲到说 生在这里死在这里 难道你因为你五代人都在这边的话 我的选票就要投给你吗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诉求 他就诉求在地 他现在就是要强调 就是说他们为这个中二选区争取到很多建设 希望用在地的建设牌去跟林静怡做一个比较 那我觉得彪哥其实蛮感人的 他也愿意承认他过去年少轻狂 要跟过去告别 要跟过去告别 那是以前的他 而现在是严宽恒在选举 所以希望严宽恒提供一些 就是他要帮地方争取的一些愿景跟目标 然后去诉求在地 我觉得这在选举选举当中 是还蛮常见的做法 因为像我们也选举过 我们一定都是到地方 一个地方都会讲说什么 我为这个地方争取到什么 我到另外一个里头 你几代人住在板桥 我一代 可是我也是会讲说 我以前在市政府板桥工作七年多 就你一定会去拉近跟地方的距离 选举都是这样子选的 地方选举就是这样 所以他的主轴 我觉得你的选举就是swap分析 优势劣势机会威胁 他凸显自己的优点 那当然林静怡也有他的优点 我们一般认为他的优点 就是资源很多嘛 对不对 可是他现在说 我现在资源很少 是他的缺点 我们认为的他的优点 他现在说 不不不 我资源实在是有够借的 过来我跟你说 我们要站在他的角度想事情 因为他从小到大 没有被这样检验过 他每天打开电话 打开电视大就来骂他 他就觉得 哇塞 我说那个骂他的资源 从那个铺天盖地而来 那简直是太跨 他角度一定是这样 因为这已经是总统规格了 他每天只要 像我有时候被骂 我也会一点点难过 他是每天被骂的超惨的 所以站在他的角度 他一定很多委屈 那因为有很多委屈 有时候讲话就会比较 比较没有想那么多 确实就是他讲说 他资源不足 人家一定会笑他 我第一时间听到 他62块的土地 你觉得他有什么好委屈 马上 对啊 所以他这样讲 人家因为讲说 你就要资源不足 你钱那么多 你几亿现金 你土地那么多 你还资源不足 那我们简直就是没有资源了 一定会被 一定是会被这样子讲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 我刚刚讲了嘛 也许就是他每天 就是实在是被骂 太惨了 所以他就是讲话 有一点失准 原汁我再请教你 你选议员的时候 大概选一个议员 需要宣传支出 大概是多少 我忘记 大概几百万 因为要挂看板 然后要办活动 然后还有公车广告那些 应该也要几百万 几百的认据 可不可以一个 笼统的在什么到什么之间 还是这是国家机密 你的看板预议 但我是打一场环保的选举 所以我的选举比较少一点 你现在会预约看板 你现在会预约看板吗 就碰到人会讲说 你家墙壁借我一下 也已经在讲 但我还没挂 为什么 明年选举的时候再挂 今年还 因为叶明是很稳 没有 那丹布什就出现在电视上面 因为我手感感觉想好 很害怕 我手感还没想到 有两种 有两种 大家如果有墙壁的话 欢迎跟我联络一下 不 为了我补充一件事 原汁刚才说的 我觉得大部分我们都同意 但是你说总统的规格 大家想想看嘛 朱立伦主席或是蓝媒 也应该要好好多讨论他们的节目嘛 国民党的重要要角也应该下去嘛 我知道你会回答说 12月18号之后你们就会下去 对不对 到那时候下去的时候 颜宽可不可以就得到一点温暖 就不要说没有资源 现阶段是什么 我也没看到朱立伦下去啊 我也没看到国民党的什么战斗篮下去啊 我也没看到国民党的这些不分区 尤其是声量都很高的 郑立伦啊 叶玉兰啊 罢免陈博会的时候 他们可是都有下去的啊 最后一天他们都在现场啊 所以你要转达宽衡一下是说 别怕啦 他们没有到的话呢 我叶玉兹代表朱立伦来 因为我们长得很像 反正啊 很多人看到我以为是朱立伦来的 因为你看那个资源啊 你看那个资源 呃 刚叶玉兹讲不出到底是几百啦 因为这也某种程度是机密啊 啊花太多 有人说哦 原来叶玉兹哦 其实我往上查可以查得到你知道吗 网路上查 先查叶玉兹 对好 那我们来看啦 网路跟支出 我们就来看啦 我们查出来的哦 因为你说要申报嘛 对不对 呃 颜宽衡的宣传支出 这是选立委 2020年选立委的时候 两千七百八十一万 哎 比管市长选记的时候 花了更多哦 这两个管市长啊 一个南投一个云林 人家一个花一千八 一个花一千三百多哦 比他多 蛮多钱的耶 他规模是超越县市长的耶 那东豪哥 他说他的资源不够嘛 资源不够的那一个部分 我们再看啦 现在因为现在的确 人家也感受到那个威力进逼 对不对 所以呢 马路上啊 据说去看那个路口 尤其是 越大的路口啊 越多人经过的 越密集啊 而且几乎是 你很难看不到他 因为一够大 二呢 四面八方 不管是往那边去 或是从那边回来 你都看得到 他们的资源 其实不要说借了啦 比很多人多太多了 你怎么样来看 不是 他现在在讲说 他没什么资源 那他的对手就是 他资源太少嘛 那他的对手就是要没资源嘛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看板的事情 在罢免3Q的时候 综合前进有多少看板 那时候我们就问说 那些看板是谁出的钱 民众自愿 现在眼眶很能的支持看板 也是民众自愿的 跟他没有关系啦 怎么都这么好 对啊 怎么有人欲援 都不用钱的 表示你在地三万很好啊 表示你的支持度很高啊 那我们今天在讲这些 叫废话嘛 对你哪有影响 多的乡亲给你支持 你怕什么 有什么好紧张的 哪里需要资源 选民的支持 在地乡亲的支持 就是最大的资源啊 有什么好担心的 那么讲啊 阳光阳现在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选举 他 他妹妹副议长 他爸爸 有些标格是亲自操盘 标格 我听到啊 标格回家的时间比他还晚啊 嗯 因为候选人啊 必须要到处露脸 可是你露脸没有握到那么多手 那些后面的手 谁坐下来帮你谈 帮你拉票 就是爸爸 所以这场选举其实是 标格 拼了命在操这个盘 他那个个性就像卢秀燕一样 卢秀燕市长的时候 当 标格答应的时候 才有颜柯人去当他的总干事 嗯 那时候标格讲一句话 答应了绝对不会输了 好 那跟这场补选有什么关系 你没有罢免3Q 你根本不知道有那么多事情 我用一个方式 让大家来评论 原子也可以评论下 如果今天有一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上台咨询 嗯 咨询的同时 他的弟弟准备一家公司 要去标台中港的案子 你会怎么行 并且是在日本人买这项人的时候 没几次 那次 把台中港公公公司咨询的时候 说得有够好 跟你说 港区的这些八成 这些乡乡亲 吸的空气很坏 你那些 灰灰 如果没蓋起来 没做这个遮蔽物的话 造成空气污染 这样说多漂亮 但是后面 你没说的是 你们在地上 那些公司已经准备在那儿 我说这样同样的事情 如果你把言宽衡三个字换成叫民进党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言宽衡的选举不是县市长规格 他是拿2020的时候的方式在拼 为什么 2020的时候标格最挺韩国瑜 韩总 可是他知道韩总要输掉 他知不知道大浪要来了 当然知道 那时候所有 我们回忆一下 那时候2020的时候 在那个投票之前 最后一个月的时候 每一个国民党的区域立委 大家都在做 只有北部的比较放心一点 甚至新北 新北的时候 新北市选区 我记得有几个候选人 国民党的 因为是侯友宜 因为侯友宜的生活很好 所以总认为说 新北还是有机会过半 可是你就看到 所有上电视人在讲 新北国民党的选情的时候 从本来可以过半 后来一路往下降 到了投票前 一两个礼拜的时候 已经有人说 可能只有三四行 后来更惨 你说国民党不知道 那个浪潮吗 标格会看不懂吗 所以标格那个时候 在超2020那个盘的时候 你是难以想象的用力 所以颜看那个票 在2020的时候 还成长了一万多票 你今天看到的 颜家的打法 其实就是一样 颜家没有松懈 可是他知道有一件事情 没办法解释 你要怎么解释 我们讲那个土地的事情 你说他没办法解释 然后他就说 乡亲啊 不要看电视 我讲在台中 像我们在念书 念高中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 叫领东工专 你知不知道那边 有一个置办重画 也跟颜宽有关系 有 颜宽的发言人说 没有 他没有 他没有介入 在重画这些就卖掉了 就被人家查 可是你还有40平的 重画完美以后 你还有40平的 画给你啊 配给你啊 对啊 而且那是 卖掉以后剩40平 你还是原来是多少 不知道 庸清是多少 大家在台中 你知道那些林东科技大学 现在那边的土地 建一多生日 你还怎么去讲 你没主缘啦 这你会让他觉得很好笑 这就表示什么 严加紧张 虽然延青不要很努力 要救他儿子 要拼 这都是生死土 可是你的牧羊团队 是出問題的 東豪哥你剛剛問原資的問題 我覺得很好 我們讓原資來回應一下 言寬很質詢 他質詢的那些東西 其實是合理 你要減碳 要什麼弄個蓋子 比較環保的碼頭 不過背後是他們家要唱這首歌 你要怎麼幫他回應 他自己出來回應 就是說如果放租在民進黨 如果是民進黨立委的 改三個字叫民進黨的立委 民進黨里 可能鋪天蓋地 然後就說土利啦 然後甚至貪污啦 民進黨可能會先要求他開掉貨庭權 就是要調查一下 他們兩筆之間有沒有關聯 就是說他去植雲這件事情 和他弟弟要去投資這個事情 有沒有關聯 因為按照言寬恆的說法 他去關心這件事情 就跟好像葉宜金一樣 他們只是因為 哪裡有一樣 葉宜金葉家有什麼 他的哥哥弟弟 他的什麼家裡面的誰 叔叔伯伯有去吃 沒有投資嘛對不對 但是就說要切開來看嘛 就言寬恆的說法是說跟葉宜金 他差別就是因為他的弟弟有去投資 但這個東西到底 他是不是因為他弟的關係 所以他才去關心 還是說他就是為了環保才去關心 我覺得這個就是 言寬恆我們不是他的回蟲 我們不知道說他的內心到底是為什麼 這樣就遜了 不能這樣子 你要想辦法 這個很難 這個就是他自己 他心裡到底怎麼想 但是 但是 因為他在抱怨說什麼資源分配啊 他其實有一塊他在講的是電視資源 他覺得為什麼電視上面 都在講他們家的這個事情 事實上原則在電視台裡面算 已經算是比較有在幫 岩寬恆稍微平衡 賣力的賣力 對你要知道 岩寬恆現在的狀況 我真的認為是 岩家自己在打這場選 不是 但是余將軍就不賣力了 我也很賣力 就不賣力 我賣力他們都說我在酸 其實我在講實話 其實我講 那剛剛那一題怎麼回答 我來回 那你等一下再來回答 我們先休息一下稍微回來 八道林 感謝 大家早上 大家好 為了後援會成立 父子開獎單 填有力 不過同場接力助獎者 卻狀況不斷 岩寬恆來 動甦 岩寬恆來 動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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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自己的節奏喊動甦口號 但是我們真的 有人家在這裡 你看到不可能 你有平衡嗎 對不對 好 不可能吧 主持人帶領回應 卻帶錯口號 為了台中第二選區的 立委補選候選人 助選員的腦力 體力和耐力 考驗當前都要控制得宜 不過最難拿捏的 就是嗓力 我站到這裡說兩小時 四個公道案 我都可以說 喊出可以連講兩小時的 林靜怡 把握時間倒數 進行公投選獎 不過她的嗓音 此時此刻也備受考驗 透過通訊軟體回覆訊息 自己認了聲帶使用過度 一驚騷 這段時間 我就是一直在講話 那也包括說 我們那天抽籤完之後 整個車嫂掃了舞區 我在車上我都是自己喊 自己跟民眾打招呼 自己跟民眾講話 那這兩天又公投場 所以講了很多政策的事情 所以比較不好意思聲音沙啞的 距離投票還有28天 選戰一旦發展到激情之處 最難拿捏的就是 丹田和嗓音 雙方陣營的候選人或助講者 不到最後一刻 氣力絕不用盡還是得保留點戰力 到底是誰的資源多 誰的資源少 我們剛剛看 顏寬恆他攪伴非常的多 那我們看看靜宜這一邊 靜宜這一邊 他有推出一些叫做競選小物 那左邊這一個 這是一個鑰匙圈 這個鑰匙圈是比方說 跟鄉親在敗票的時候 這個是不用錢的 不過其他包括像是T恤 還有擋泥板 他是為了要募款 因為租完不夠 所以他才需要募款 不過他有喊出一個口號 還蠻有趣的說 把我穿在你身上 把我載著走 或者是把我放在你心裡面 一起來改變中二選區 那我們看 因為顏寬恆一租完不久 他其實有再進一步講下去 他講的是說 哎呀 現在真的是鋪天蓋地 有什麼惡意的抹黑 貼我標籤 選舉不公 流傳很多了 他說對手陣營擁有 超過90%的媒體力量 不管是主流的媒體 電視的部分 還是網路的部分 他說都有擁有絕大的優勢 不過于將軍說 你有幫忙想一些 有有有 其實顏寬恆這次的選舉 不管結果如何 我覺得國民黨以後的選舉 會做很大的改變 因為我剛剛看到 不得了啊 一個選一個立委 要花宣傳費2780萬 然後選個縣長 光是宣傳費就1800萬 那張立善也是1300多萬 難怪國民黨非權極貴 才能出來選市長 或是選立委 太貴啦 像你原資這種 花不到百萬 就能選上的議員 簡直就是異類 你知道嗎 所以說原資真的是厲害 原資是因為花太少 不敢講是不是 他花不多 原來他的資源 沒有那麼少 有啦 有超過百萬 對百萬 他花的算最少的 所以說 其實國民黨 在這次中二選舉 選舉結束之後 我覺得國民黨 會做一個改變 這種改變是 言寬很不樂見的 為什麼呢 因為言寬所講的 資源不足 人可以控的資源 叫財力 叫陸軍 還有廠子 這個都是人可以控制的 反正開錢就有了嘛 他用2000多萬下去 你看這個廠子不熱嗎 他的陸軍不強嗎 他的所有的財力 當然是足夠的 他不是講財力 他講的是 人不可控制的部分 就是媒體啊 我媒體 我沒有辦法去 去影響這些媒體啊 因為媒體有的 根本就不理我啊 所以他覺得這是不公平的 這是一個不對稱 沒有啊 我們有接他來的 看能不能來 主席嗎 講清楚啊 我們一定會 留很多時間讓他好好講 這就是不可控的範圍 因為來的講得更糟 你知道嗎 對 因為其實你要叫 顏寬人講清楚 他也很麻煩 那不是我搞的 我爸爸搞的 你叫我怎麼講 對我爸爸就沒跟我說啊 所以說其實顏家是沒有辦法說的 那顏家以前在任何的選舉 大家說奇怪 顏家綜合中二選區30年 為什麼都沒事 為什麼這次有事 很簡單 以前顏家在中二選區 大家可以發現一件事 顏清彪的做法是藍綠都不得罪 他就算選舉 他不會跟藍的撕破連 更不會跟綠的撕破連 所以呢 我不管我當選還是不當選 在這個地方所有的人 大家都和平相處 未來選舉完之後 大家一樣安居樂業 一樣有錢賺 所以沒有人會講他 可是這一次就是 我講犯了一個極大的戰略錯誤 就是把陳柏惟給罷免掉 罷免掉之後就藍綠對立了 就直接都對立了 你不得不跟綠的翻臉 所以這一翻臉之後呢 不得了了 以前的安居樂業 以前的大家在好好的合作 這個合作都破裂了 可是破裂的真相就很殘忍 因為以前你在立法院 這樣質詢 沒有人會講你啊 那第二選區的 他們家自己來搞 反正沒有關係 他們家在一個勢力大 可是這次不一樣 這次因為翻臉了 所以都浮上檯面 然後其實我們國民黨以前 對於嚴家在第二選區 我們不會去質疑 不會去質疑說 他這錢怎麼來 他叫有錢嘛 他就有錢嘛 可是這一次之後 很多的事情翻上檯面之後 就連藍營自己支持他的人說 我知道他家有錢 可是我不知道他錢是這樣賺的 你知道嗎 其實嚴家是怕這個事 他是答應這個事 所以他沒有辦法控制 他只好做一件事 不要看 那不要看 那個媒體都騙人了 不要看 可是你人就是很奇怪 你越叫他不看 人家越想看 你知道嗎 你應該是 真的是多培養幾個 很棒的解說手 把你家的所有的重劃 把你家所有的財產 把所有你家的任何的狀況 搞清楚之後 上節目 一點一點的講清楚 你可以講 那是我爸爸買的 你可以說那是我家的財產 我沒有辦法 就生在這個家嘛 誰叫我跑得快啊 對不對 我就在這個家 你可以這樣講 人家可以接受 可是你不能叫人家不看 因為你叫人家不看 人家越去看 越去看之後 他生在這個家是很幸福的 你有62比土地嗎 我也想要去 可是我跑得比他慢 對 那個時候就他在我前面 就先去了 對 所以我就說 這個是沒有辦法 可是你要出來講清楚 你講得越清楚 越明白 選民會覺得 那沒有辦法 就這樣啊 來委員我請教 剛剛余將軍講說 希望他們比方說 應該要培養一些解說手 對不對 大家可以說清楚 光是要培養 我說言寬很本人 因為他在前兩天的時候 他在說什麼 他參加的是 一個公投的宣講 在台中 他因為我也要選舉 公投宣講 我到上岡宣講 他講什麼呢 他說 我們中二選區的選民 顯然非常的委屈 因為我們三個月 選了三次 什麼呢 罷免來一次 公投來一次 現在還要補選來一次 你動作我們中二選民 是肅膽嗎 你告訴我 為什麼事情怪怪 他為什麼頭部有問題 這不是都國民黨母的嗎 他竟然可以 論述到這種程度 我不能夠理解 他這個論述 是他在罵 那個公投綁大選 他意思說 如果公投 公投跟大選 可以分開的話 就是說我們下個禮拜要舉行的 這個四大公投案 可以跟這個補選同一天的話 那就會少一次投票 但是他這個看似言之有誤 可是事實上 我們再回過頭來說 這個罷免 罷免不是你們原家 你們原家 要跳出來罷免的嗎 那補選也是你們要跳進來的 結果你們現在進來在罵 這個就是公投綁大選 然後就會讓台中中二選區的選民 這個三個月投三次 我覺得這個 這樣的話語 這記錄了所有的網友 所有網友全部灌到 那個顏寬恆的臉書 然後開始去罵他說 那這個是誰自找的 不然你就不要選 你不要跳進來 也沒有你這樣說的一些困擾 所以我就變成說 顏寬恆 他事實上過去 他去跳出來做論述 然後大家在檢驗 他的話語的機會都不多 因為過去他選舉就是藏在 這個大森林裡面 大森林裡面 大家不會去找其中的一棵樹 可是現在不一樣 他現在自己面對選舉 所以他自然要面對的 就是大家對他的檢驗 因為全國人都在看他 過去沒有被檢驗過的 現在一無一時浮出來 所以說過去大家可能跟他講 他說你質詢力低 你都不來質詢 他說我在地的 我怎麼樣 結果後來現在大家細部的去檢驗說 那你質詢低 質詢力低就算了 那你質詢什麼 質詢的竟然是叫做 一定有號碼頭 然後又去比對你家 就是要去投標這個 一輪號碼頭 所以就這樣比對起來 所以過去可能檢驗 他就檢驗到前階段 說你都不來質詢 現在又來檢驗說 你質詢你質詢什麼 就看起來越來越糟 所以他現在 他變得說沒有辦法去反駁 我們對他提出的每一項質詢 因為這個都是事實上發生 而且也刪在一個立法委員 不應該去做這樣 沒有利益迴避的一個事情 所以這些事情他必須說 他剛才跳出來就說 不然大家不要看 說現在每天撲天蓋地 所有的每天九十八以上都在打完 因為我們講的 都是白鑽黑鑽 那個判決書的那些過程 前提當然每件都是白紙黑字 對 但是因為真的大家都想看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過去我們大家都知道 說嚴金標很有錢 那他的財力到底是哪裡來的 現在一如一時的被揭露出來 那這個揭露出來 對社會是不是大家會想知道 一定會想知道 所以媒體去報導了這樣的事實 你現在去抗拒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原來你的這些抗拒 會顯得非常的好笑 所以現在眼眶橫 他現在我覺得他痠症 打到現在來 已經越來越像2014年的 那個連勝文 因為連勝文在當時 他也要急著說 我沒有那麼多資源 事實上我是一個 平民的一個打法 在當時連勝文 也想要塑造這樣的形象 可是本時他就不是嘛 所以他越塑造就越不像 他反而失去了他的牆 他的優勢的地方 然後願意要去裝一個不是他的人 現在眼眶橫也一樣 他本來在地 眼眶橫過去 他不是一個客論宿 客他的口宅 事實上他就是在地方 他在經營 他可能有担保 大家會尊重 他說話有分量 所以他不用跟人 他過去不用跟人坐 他說的就是 他付百諾 他諾千斤 現在我討厭大家 肯定說 你很久沒說的 到底是實在還是沒實在 去檢查的時候 我發現你說沒實在 大家吐槽 他才不會跟人這樣吐槽 所以現在是 是顏寬橫自己要去檢討 因為這一場選戰 是他自己想要的 自己想要的一個選戰 但是我覺得 以顏家來說 我覺得他們現在還是在部署 說等公投結束 還是他們真正要的戰場 因為現在大概公投前 現在很多論述 他們現在還是在等待 第一個就是公投的狀況是怎樣 國民黨能不能取得一些公投上 部分的勝利 或者是國民黨在公投都會敗北 這個都會影響到 從12月18到1月9號 這個短短的三個禮拜 事實上這三個禮拜 才是整個中二選區的一個主戰場 我自己說謊白了 我其實也是看電視長知識 我們在這裡面 我一陣子真的不知道 大罐的地味是無知衝鋒箱 我是不知道 原來他們家的故事 真的這麼樣的多 但是現在一朝就是 大家都不要看電視 快點會這樣 董博哥你要做補充 我講一個事情就是 因為剛才講到那個公投 公投門大選 拆開 拆開的投票 如果我們把時間倒轉 那個時候中選會決定 12月18同時四個公投 同時中央選去補選 今天國民黨也好 或者是袁晃會不會再抱怨 會啊 會啊 議題施加 因為你們這樣子比較方便動員 我為什麼要講這句話 因為從三個禮拜罷免之後 然後那個1月9號的日子一浮出來 我就在很多地方都講過一句就是 這個對民進黨的中央補選非常不利 為什麼 你要動員兩次 你要號召兩次返鄉投票 而且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也很多不同的來賓也跟你講說 那個時間 學校的期末考 沒錯 還在期末考 還在期末考 所以 你要去講這個四個月史沒有問題 可是你有沒有準備 要有準備 因為剛剛議員委員講的沒錯 沒有這個罷免3Q之前 沒有這樣補選之前 袁晃在地方上在講話 誰會吐槽 誰會告訴袁晃說 你講錯 不會啦 沒有人會去講這種得罪你的話 大家都會講好聽話 袁晃為什麼今天面臨到處境 好聽話會聽得太多了 大家都會去補 沒有人跟你說是屬性 就像八一七件事 那個有經驗的人一看到就知道說 這個事情要很快的事情要處理掉了 對啊 要裹絕 不是 我覺得很奇怪的是 他們是缺乏一個人去做那個決定 沒有人有材料跟他講 因為那個是什麼 在選舉裡面的時候 最怕的就是 候選人的家裡面的 的事情 有一項財產啊 感情啊 這裡面最敏感的通常都是財產 國民黨最喜歡講的 用阿扁跟吳淑貞的關係 阿扁選兩次總統都有遇到財產問題啊 可是那個時候民進黨也很頭痛啊 誰敢去跟吳淑貞講 就要找房間業啊 要很輕的人才有辦法去講啊 講完之後 在很短的時間之間要出來回應記者 阿扁選兩任那個時候在講 我們自己都寫新聞寫到啊 我們都在蘋果啊 寫什麼 吳淑貞炒股票啊 可是你知道 別人進行總部反應時間是多久 48小時 那很快啊 你想想看817這個事情 人家花了多少時間做反應 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到現在還沒有完全結束喔 就是沒有人看得懂 打五個圈圈是什麼 六個 六個 六個圈圈 我要說你拆掉了還是 就是說 我不知道拆為強打圈圈 我不能說你沒有拆 可是你拆的 你拆的那堵牆還在那裡 我到底要該說你什麼 你那邊的選民 中央的選民 在你對面誤日的選民 沒問題 騎一下 乘搭經過那時 你看到那裡摳摳 圓圈圈 你就知道那個圍牆 就已經是圍建 先不講到裡面 你打五個空 六個空在那裡 你是要跟人家說什麼 你會讓這個話題 你停不下來 那是誰建議你這麼做的 這個沒有 沒有任何人可以抹黑你 怎麼會有一個競選的團隊裡面 你在打圈圈 因為正常我們說選舉的團隊 他會很敏感 而且止血動作是不是要快 沒有人看得懂 你打個圈圈要幹嘛 你要把就是當天所有的衛牆拆掉了 因為樹 我不能拆 我要維護他的生命 我樹我不能亂挖嘛 可是圍牆應該第一時間就已經挖掉了 整個就送走了 你怎麼會留一個圍牆 讓人家在那邊拆 你是不是想要幹嘛 他的幕僚團隊 他們家的選 他不是第一次選舉 他們家的選舉團隊怎麼會搞 他們不是第一次選舉 可是以前沒有被這樣子高度的顯示過 他們以前的危機感沒有那麼多 不用需要危機處理 對 我跟你講我們都看不懂的事情 我保證選民也看不懂 所以他最後只能輸出在地 我們家五台都在這裡 不對啦 五台都在這裡 結果像你有甘情是五台都在那的人 可是中二選民是不斷的在增加 你有做事情你就要說人家 你做什麼事情 你就要把105那個東西 這個解釋過來啊 你不能讓105一直在那邊發酵啊 人家看也沒有啊 你都說 你都說那不是你創的 那都是你們弟弟的 包括土地開發 結果咧 你這個又有去質詢啊 就很難撇得親啊 對啊 很難撇得親啊 其實你還可以看一件事情 選舉當然他們後來開始想說 我也要一點攻防嘛 我也要對這個林靜穎 或者是說綠營這一邊呢 我也要做一點出手的攻擊 來自勝老師 我們看 這是一個醫生 他叫做杜成哲 這個醫生跟顏家有什麼關係呢 好來我們先看後面 這個有一個訊息 這邊 于軒長 就是張于軒 就是他的發言人 張于軒說 杜醫師你好 我這裡是顏寬恒 這邊我是于軒 好明天有一場記者會想要聊聊 肺腺癌跟空污之間的關聯性 不知道醫生你有沒有空可以出席 提供專業的意見跟看法 然後醫生呢 其實有回應他 雖然說他可能之前在忙了 回應他的時間是過了 大概一個半小時多 那請問一下你是幾點嗎 開始要討論 結果這個醫生在講說 不讀不回 就這樣消失了 然後他覺得 沒想到 隔天真的有這麼一場記者會 然後是這個顏寬恒跟 肺腺癌的患者一起來開的 他覺得說好奇怪 發言人 你如果不是被盜帳號的話 怎麼會你 要開記者會的 很多天你這裡找人 接下來你又對我不讀不回 你是什麼樣的意思呢 我醫生很沒用的 我要手術時間要排開啊 是不是彼此之間的橋啊 他很難想像說 哦 你的發言人竟然是這樣處理事情了 最好笑的是 緊接著對方失聯 是張雨萱來聯絡 結果張雨萱失聯 他百思不得其解 然後第二個部分 他說議題設定 空污跟這個癌症 要整個結合在一起 也是有點奇怪 然後他說 他說其實林靜宇委員在任內 在交通工具對空污的影響 或者是呢 一些電力業啊 校園空污等等 其實靜宇有自己提出一套的論述 他則說 幕僚不應該建議你從這方面來著手嗎 要專攻其他的強項 他還提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因為我們看到包括台中市政府啊 或者是顏家這邊都一直在攻擊 就是說啊那個要減排要減排 可是燃煤機組跟燃氣機組呢 他卻是燃氣機組要爭 你要先拆燃煤機組 那電力怎麼樣銜接呢 這個醫生都看到的是方方面面 那我請教智聖老師啦 怎麼他的發言人是不是也沒有準備好 你怎麼樣來看 對我從這個 就從這個案例來講 這個案例來講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顏家真的 剛剛講了半天 他也想要選舉工房 他也要想要形塑說 我也對政策有了解 所以他才有那個座談會 才有那個記者會的召開嘛 可是你看這個張雨萱的這種聯繫方式 前一天聯繫 聯繫了這個是榮總的杜成哲醫師 那好玩的就剛剛看到了 你聯繫完了之後 人家也回你了 問說那你明天是什麼時候 沒了 沒了之後 我覺得杜成哲講的也很實在啦 他說他其實裡面有一段話 剛剛沒有講 他說這個如果你是被盜用的 他一開始懷疑是不是被盜了 不對啊 你隔一天真的有這樣的一個座談會啊 所以代表什麼 但你應該是本人沒有錯嘛 如果是被盜用 你就出來回應一下也OK嘛 如果不是真的是你在邀請 他其實講了一句話講什麼 你也先去調查一下 我對這個議題的專業程度跟背景 那你看他後面提醒 很善意的提醒 言寬恒的幾個點 包括林靜宜醫師對於 這個部分對空污啊等等 有專業的相關的研究啦 然後也有問政的內容啦 那他同時也對於這個盧秀燕市長 在這任內在空污問題 在減媒問題上面的 這樣子的一個態度不明 而導致台中市的空污更嚴重等等 他是有立場的 所以講白了 我覺得他沒有講的話是 你張宇軒實在是不認真 你也不先了解一下 每個人你要邀請的相關的狀況 我的主張是什麼 那個是一個競選團隊的 我覺得就是標配吧 因為這是你基本的一個 三個雷毛嘛 結果你連這個都沒有 那真的就代表 這個團隊本身 可能不只是螺絲鬆了 是根本螺絲可能還沒裝上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為什麼會這麼著急的狀況 你光從這個見為支柱 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我呼應一下 剛剛委員提到的 委員提到說 那個公投結束之後 他們會動起來 沒有錯 我覺得公投結束之後 鋪天蓋地來的那個會更多 那是不是公投結束之後 像原資也好 可能就會接到談參稿 說告訴你在這個 政論協議上面 怎麼攻防 這都有可能 但是現在理論上 大家關注在公投 可是你標哥已經 喊出來 我五台都在這裡 這樣子的話 打死不退 這樣子的情況 你現在就急著喊出來 代表什麼 第一個 你真的感受到 就算公投結束 生死存亡 家族的生死存亡在這裡 各位講一個重點 家族的生死存亡 不是你嚴寬恒選得上 選不上立委的問題 那個壓力之大 恐怕已經到那個程度了 所以你光這個就看到說 為什麼 可是大家為什麼好奇 還是一樣回來嘛 誰對寬恒致富術不好奇 誰對嚴世的這麼神秘的帝國 過去30年來 怎麼的發展不好奇 我們真的都很好奇 最後一個 我就 嚴寬我記得他一開始出來 被質疑土地的問題的時候 他嗆記者一句話說 我那個那麼多底土地 我根本不知道哪一個 你把地號告訴我 我們再來談 我跟你講 那時候我就說 我說如果你是競選團隊 你自己乖乖地把那個地號都查好 哪一筆有什麼狀況 一次趴講出來 一次斷絕 不會連接二連三 再半個月 三個禮拜 過去還在講這個問題 你就是 你東西不準備好嘛 因為為什麼 你打的就是一場傳統的 我就是呼應 我是在地人的選舉 可是人家是用 更高的標準 來檢視你過去這一段的作為 所以還是回來 就是你急了 但是你還是進退失去 特別像這種發言人的 見為自主的狀況 如果一而再 再而再而三的發生 只是對顏寬恆越來越不利 選舉越來越脆弱 好 余桑老師 對 我同意大家所說的 公投之後呢 雙方藍綠兩黨都會回訪啊 但是在 我們怎麼問呢 在公投之前 林靜宜啊 針對這四項公投 有沒有他自己的角色 有的 那請問顏寬恆 在四項公投的角色是什麼 有啊 我認為這是鸚鵡啊 罷免都是給他公投啊 我都覺得那是小編幫他想的梗啊 那不是他發誓內心 對這個公共議題的認識嘛 這第一點 第二點 智勝教授剛才講非常清楚啊 言寬恆大很努力啊 希望能受趕上公共議題的節奏 或者是呢 議題的討論度 否則為什麼最近他也在講網軍 昨天呢 最近寧家拉瓜斷交 他也要想幾句 可是啊 這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公共論述的兩層啊 未必跟學歷有關 但絕對跟精力有關啊 你過去就沒有在這些公共論述啊 外交兩岸國防啊 或是呢 重大的國內的政治議題 琢磨過 下過苦功 結果呢 這麼輕率的發言 眉頭眉尾的 人家記者要繼續問你 你答不下去嘛 要做這樣的角色 是不是要有強一點的小編 或是比較好的發言人 我看3D去採訪啊 那個清泉剛環評 當地的民眾有一幕 我非常非常的訝異 民眾敢怒不敢出來說了 可是他是背對鏡頭 而且還变音哦 你看有多怕啊 我們揭發真相是 有所本的 從社會新聞判決書 包含許桂雅剛才所說的 大罐的茶葉市 烏之沖江 那就是判決書嘛 那個我也都找出來過嘛 檢方還去掛號 去監聽嘛 那結論是什麼 如果大家有所本 然後呢 把嚴加過去的事情 攤在陽光下檢證 基本上是沒事的 而且法律呢 是奈何不了的 我們負擔了 輿論監督的角色 那麼對中二選區的 選民就會有更大的鼓舞效果 原來我也可以 不只敢怒不敢言 我也可能呢 call in到節目 或斜邊投書 因為現在不要忘記了 是自媒體的時代 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權利啊 有多少東西攤在陽光下 我們手板整理出來四大塊 是嚴加帝國 嚴世帝國包括呢 有煤炭帝國 有電丸帝國 有土地重化變成一個帝國 還有這個公保地的部分 你想想看 這一些 難道不解釋清楚 說我不要看電視就能改水嗎 還有休息一下 我們進一步也來看 呃